同學我們來看 在前面例題式跟隨堂練習可以知道 在市區的人口比例前三年 會有逐漸下滑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不禁要問 如果這個人口遷移的 這個轉移矩症一直沒改變的話 市區會不會一直降 人口降到零嗎 答案是不會 數學家馬可夫證明的一個理論 就是最後市區跟郊區 它會趨近於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個穩定的狀態就是一個 A是一個N階的轉移矩症 那A或A某一次方的 所有的元都是正時數 而每一個對於一個 N by E的一個機率向量X0 他們當K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就是A的K次方越來越大 就是越轉越來越多次的時候 慢慢的XK會逐漸趨近於 唯一的一個機率矩症 那此時這個XK X的DK次就是說 它這個趨近於這個X的矩陣 會滿足AX等於X 那X中的何為0 也就是說X也是一個機率矩症 好 這個就是我們稱為 X稱為我們穩定時候的 穩定時的一個矩陣 好 這個穩定時候這個矩陣符合的 這個跟這個的一個性質之後 我們馬可夫這個定理 這個E的這個E就是在於 這個時候我們以機率向量X表示的話 AX等於X就是 這一次是這樣子的比例 下次再轉一次也是跟這一次的比例一樣 好 那下次的機率還是跟這一次的比例一樣 那這個狀況我們就稱之為 穩定的一個狀態 以剛剛的例提示來看 我們可以令 市區跟郊區在穩定狀態的時候 比例是AB A跟B加起來會等於1 那我們 做這個去把它解決 解決的結果 A跟B比會2比1 那我們 A加B又等於1 所以A是3分之2 B是3分之1 好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所以接著看來這個捷運局要來看通勤上班族的這一些狀況 這一個我們本來做捷運的有80%會繼續搭捷運 20%做別的工具 那原來做別的交通工具的有30%會做捷運 70%做捷運以外的 我們寫出這個轉移舉證 一樣可以寫出很輕易的做出來的 本來做捷運繼續做捷運 本來做捷運不做捷運 本來不做捷運的沒有繼續不做捷運 本來做捷運的做捷運 做出這個轉移舉證 穩定的時候它的比例 我們可以把它穩定的狀態 是X分別是A跟B是他們的捷運跟其他交通工具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A跟B加起來等於1 X等於AB這個機率矩陣機率向量 那我們的AX等於X把它帶進去算 算完我們這一個做出來A比B是3比2 A跟B加起來又等於1的話 A就等於10分之3 10分之60或是5分之3 10分之6或5分之3 60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實例 這個斷考實例的這個題目 這個提供的甲乙兩種餐 第一天前一天如果吃假餐有90%會用假餐 10%會改用乙餐 前一天用乙餐的會有60%繼續用乙餐 40%會改用假餐 今天如果說某一天他假餐乙餐各占一半 兩天之後假餐乙餐的比例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轉移矩陣先做出來 轉移矩陣做出來這個A矩陣做出來之後 那我們其實的這個機率向量這個矩陣是0.50.5 對不對各占一半 那我們兩天之後是不是先一天之後 X1是AX0 AX0我們可以做出來0.65跟0.35 那X2是不是相當於A乘上X1 A乘上X1就是兩天後的 做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假餐在兩天之後 以這樣的狀況用假餐的使用者的比例 是在0.725 就72.5% 穩定狀態之下假餐使用的比率 用我們剛剛的算法 A跟B是加以兩個使用者這個比例 A跟B加起來等於1 那我們這個A矩陣跟AB這個機率向量乘起來的結果 會等於AB 好去做出來A比B是4比1 所以呢長期之下使用假餐的這個比例是5分之4 就是80%的意思 好 好 接著來看互動講義這個立體 8 AB兩箱 A箱裡面有一顆一百 B箱裡面有一百 我們假以兩個人先假從A箱拿一顆放到B箱 再由B 以拿從B箱裡面取一顆回A箱 這樣叫做一局 第一局結束的時候 假A箱裡面有一顆一百的機率 第三局結束的時候 A箱裡面有一顆一百的機率 這個遊戲的過程 我們玩完一局之後 或是每一局的開始 A箱是都有兩顆球 那這三顆球裡面有兩顆在A箱 這兩顆球的可能情形是一顆一百 或者是兩百 所以呢我們就開始要來做一個小小的分析了 好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分析 假如我們A箱裡面一黑一白 會變成一黑一白的機率 可能假本來有一黑一白 可能假拿黑的出去 又拿黑的回來 也可能A箱裡面拿白的出去 又從B箱裡面拿白的回來 是這種樣子 那這樣子的機率 是不是可以變成四分之三 那A箱裡面本來一黑一白 經過一局之後變成兩白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 A箱拿黑的出去 再從B箱拿白的回來 好那是不是可以寫成 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 這個十分之一 我們現在是在建構我們的那個轉移矩陣 同樣的如果說本來黑箱 A箱A箱A箱是兩白的話 經過一局之後變一黑一白的話 是不是先把白的拿出去 再從B裡面拿黑的過來 白去黑回 它的機率是E乘上二分之一 那A箱如果兩個都白的變成兩個都白的 是不是白的去白的回 是不是E乘上二分之一 所以呢這四個機率就是我們那個轉移矩陣的這四個機率 這個是先的後的先的後的 那起始的話那個箱子是一黑一白 所以是在一黑一白是在前置的E的位 這個E就是剛開始的起始的狀態 好 第一局的結束的時候 A箱裡面一黑一白的話 我們就直接X1等於MX0 就是第一局結束黑箱的 不是黑箱 A箱裡面還有一黑一白的機率 就是四分之三 那第二局結束的話 他這個A箱裡面還有一黑一白的 是不是這樣子 第三局 經過三局結束之後 A箱裡面還有一黑一白的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四分之三 第二小題的答案是六十四分之四十三 好這個類題一樣 甲帶當中有三白一紅 以帶有兩白 今天從兩代當中各取一球互換 第二次在各取一球互換 如此重複交換 在長期交換之後 甲帶子裡面有三白一紅的機率如何 好我們再回想一下 剛剛我們來看看 這甲帶子裡面有四顆球對不對 那你看總共的球有幾顆 有六顆對不對 這六顆球裡面 形成的四顆的總類 是不是可能三白一紅 或者是四顆都白的 你看 這個三白一紅或是四顆都白的 我們就把三白一紅或四顆都白的的情形 來看 原來如果有三白一紅 在甲帶裡面 經過交換之後 經過交換之後 還是三白一紅的話 幾率是如此 原來有三白一紅 經過怎麼樣 交換之後 變成四顆都白的 經過交換之後 變三白一紅 幾率是如此 原來四顆都白的 經過交換之後 變成怎麼樣 四顆都白的 它的幾率是如此 所以我們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瑕疵 三白一紅經過交換之後 變成四顆都白的 的話 應該它的幾率 不是這一個 應該是四分之一 這個算 你可以自己把它算出來 這個地方 我剛剛寫的時候 有點突出 接著 長期的交換的狀況之下 設三白一紅的幾率是x 那四白的幾率是1-x 那我們可以把它 這一個 原始的我們這個 轉移矩正 乘以這一個 幾率的一個向量 會得到同樣的幾率向量 讓我們去把x推出 就是x等於三分之二 也就是說 長期的狀況之下 三白一紅 在假帶裡面的幾率是三分之二 這在穩定狀態之下 好 長期交換之下 假帶裡面三白一紅的 有三分之二的幾率 好 接著來看 段考實例的這一個題目 A跟P B是二間方正 AP等於PB 首先你要算 B的話 是不是 把這個 AP的 我要用小字一點 這一個 要算B的話 這裡前面是帶一個 P的反方正 是不是這裡也是帶一個 前面P的反方正 這兩個反方正乘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 單位的 單位的乘法 矩正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是不是先把P的反方正 給算出來 B就等於P inverse AP P的反方正做出來之後 再把P的反方正 跟A 跟P 一起乘起來 就是我們的B 這個矩正 沒問題吧 接著我們 B就是P 反方正乘上A乘上P 就會得到O 這個 只有對角線有 數字的其他都是0的一個方正 好 這個第一小題 就搞定了 第二小題 如果說我們要算A的五次方 那我們反回來 那我們這個A A這個 矩正是不是相當於P乘上B乘上P的inverse 對不對 所以我們 這個地方 要算A的話 是不是這裡再塞一個P反方正 是不是在這邊再塞一個P反方正 一樣 那這樣子做下去 A的五次方是不是可以連乘五個 連乘五個 我們這一個 可以展開之後 這個P反方正跟P乘起來 P反方正跟P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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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通通都是單位的 乘法的矩正 所以最後會變成這一個 那B的五次方好不好做 B的五次方就是相當於剛剛這一個 斜對角線的元素 各五次方就好 那這樣做出來的話 我們再把這個套進去 就可以把A的五次方給做出來了 這個 OK了 好結束